香港的教育制度 所以我又不如說回自殺的事情 近來由九月到三月 有三十多個學生自殺 有一半是大學生 有一半是中學生 大家很熱衷地討論 香港的教育制度問題 令學生自殺 香港的教育制度 只不過在青少年成長中 扮演一個比較重要的角色 但你只動過教育制度 就算讓你回天覆地 明天改得完美 都不可以令青少年朋友特別開心 我覺得 因為不僅是學業令這班人自殺 有人讀書不厲害但也會開心 當然有人讀書不厲害會不開心 是因為身邊的人告訴他 他不讀書讀得好 他沒有機會 沒有出路 他會死 會失敗 會做乞丐 就是因為身邊很多人這樣說 所以一定要他很注重學業 所以我有些心怒 或者心灰 就是覺得那一陣子 大家說來說去說去 都在講教育制度問題 為何沒有人在講 如何好好教育家長 去改變他們的思維